现在您看到旭富制药在桃园卢竹的工厂 昨天发生了火警 粗估损失新台币8亿元 虽然有保险全额理赔 但是生产线几乎全都烧毁 重建期间至少需要半年时间 后续的产能也会受到影响 而要看到大火波及的其他五间工厂 目前损失是难以估计的 旭富将会交开协调会 和各家工厂严相赔偿事宜 小小火事伴随农烟直窜天际 20号续富制药在桃园卢竹的厂房发生爆炸 火事持续闷烧 制药生产线主要厂房全会 财损粗估高达8亿元 他今天是没有上班 董事长翁维俊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玄情凝重 因为大火将厂房内大部分生产线烧毁 甚至波及其他五间工厂 爆炸物喷溅或是一路蔓延 从桃园职场东洋基金 一路延烧到最旁边的国盛工业 加上东北季风吹拂 厂区内的广伦节和红利纺织 也受到波及 可以看到我们布了六个水线 房屋住了这个工厂 这边布了两个水线 包括隐雄 包括广伦以及开草 我们全部有房租住了 消防出动77辆消防 救护车全力救灾 防止火事扩散 下午5点32分 各个厂房火事全面控制 晚间8点50分 第一间国盛工业 火事顺利熄灭 接下来五个多小时 两百多名消防全力救灾 各个厂房陆陆续续 清理残货 首当其冲 受到波及的桃园职场 厂房被大火吞没 一直到凌晨两点三十四分 才顺利扑灭 大火一路波及另外五家工厂 三家厂房收回 东阳基金则是收进办公室 总人收面积达到三万四千多平方公尺 虽然续腹制药八亿元财损 将有保险全数理赔 但其他厂房损失 目前难以估计 续腹将开协调会 延伤赔偿事宜 朱镕之灾 续腹制药的唯一生产厂区 全部烧毁 出货宣告延宕 即使复工 重新安装机器设备 也得花上半年 这让续腹不得不和客户 取消明年第一季订单 损失金额大约六亿元 21号开盘股价更是直接跌停 后续影响恐怕再扩大 即使谢翔林朝天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